大家好,欢迎收看线上小学堂 本次线上小学堂的主题为如何防范ARP骑骗技术 今天的主题除了会介绍如何防护之外 也会带大家认识一下什么叫做ARP 今天介绍的主题会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开始呢,我们会和大家介绍何谓ARP 再来呢,则是会和大家介绍什么是ARP's Proofing 然后呢,我们会和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ARP's Proofing的攻击手法 以及再和大家介绍一个实际的案例 最后呢,我们则是会告诉大家 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防范ARP's Proofing的攻击 首先呢,就让我们和大家介绍何谓ARP 简单的来说,ARP就是一种将IP位置转化成MAC位置的一种协定 让我们举个生活上的例子来说 假设呢,你收到了寄到学校的一封信 信上面署名,该信是寄给王小明的 但是呢,我们要怎么知道王小明究竟是何人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利用广播 广播说,谁是王小明 王小明听到这个以后呢,便会回应说我叫做王小明 这个一来一往的发送询问呢,以及回应询问 这就是ARP 让我们回到下面的图片来说明 当环境内有四台电脑 电脑A发出了一段ARP的Request 询问IPC的实体位置是多少 环境内所有电脑都收到这样的询问 而电脑C收到这段询问之后呢 就会回应给电脑A 告诉电脑C的实体位置是多少 借此让封包能被送到正确的地方 当ARP封包经过的时候呢 电脑或者是网络设备呢 可以储存相对应的IP跟Mac位置 这就叫做ARP Catch 而ARP Catch呢 在重新开机之后呢 便会消失 接下来呢 我们和大家介绍一中 一些在Windows常用的ARP指令 我们在ConvenLine中输入ARP空白键-A 可以显示目前电脑中所有记录的ARP Catch记录 那输入ARP空格-S呢 则是我们可以手动的建立一条ARP的Catch 记录在ARPTable中 而格式呢就如同下读 我们输入ARP空白键-S空白 在IP空白Mac位置之后呢 我们再用ARP-A去看ARPTable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记录一笔动态的ARP Catch资讯 而ARP空格-D呢 则是删除目前电脑上所有的ARPTable记录 这删除呢也包含了动态或者是静态的设定 再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介绍何谓ARP是服务品 一开始呢我们可以先看到在这张图中 环境内的两台电脑 藉由发送ARP空包 让彼此的ARPTable中都记录了彼此的资料 HOST-A呢记录了IP3Mac3的ARP Catch记录 而HOST-C的Table中呢总记录了IP1跟Mac1的ARP记录 在这张图中呢我们假设环境内同样的有两台正常通讯的HOST-A跟HOST-C电脑 假设呢环境内增加了一台HACK主机为HOST-B 这台HOST-B的HACK主机为IP2跟Mac2 而且呢对这两台电脑呢发送了ARP风包 对HOST-A呢对HOST-A发送了一段IP3Mac2的ARP风包 而对HOST-C呢发送了IP1跟Mac2的ARP风包 这样的结果呢会造成了原本应该将风包传送给HOST-A跟HOST-C的两个人 却都将风包送到了HOST-B的电脑中 这就是一个ARP Spoofing的原理 利用ARPTable记录Catch的方式 使其电脑ARPTable中都记录了错误的ARPCatch资讯 这种ARP欺骗的技术特色呢是在于非常的难以侦测 而且这种攻击相当的隐秘 这种攻击的目的呢主要是进行非法的监听 窃取风包以及创改风包的资料 并且呢这种攻击方式呢并不像是我们常见的DDOS攻击以及泛红攻击 会造成网路的瘫痪而有明显的特征 所以也造成了ARP攻击最容易成为骇客经常所使用的攻击手法 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ARP攻击手法 第一种攻击手法呢 为利用网路的工具来造成连线的异常 这种攻击方式呢利用了ARP来导致风包被导向一个脱落的位置 而造成使用者连线的异常 我们就来用图片说明一下究竟是怎么使用这种攻击手法 在环境内呢我们假设有两台电脑以及一台网路工具的使用者 原本使用者要上网时 风包都借由环境中IP为192.168.1 Mac位置为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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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的gateway呢到网路上 这时候呢网路工具的使用者就利用该工具发送错误的ARP relay 造成呢使用者的ARP table中呢都记录了错误的ARP cache 使得流量呢都被导入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以这个图片上我们来说 这个网路工具的使用者发送了一个错误的ARP relay IP为192.168.0.1 但是Mac位置却是0A作为结尾 导致呢user1跟user2呢都记录了错误的ARP cache资讯 借此让使用者无法正常的上网 第二种攻击方式呢我们称之为中间人攻击 这种攻击方式主要是进行风包的测入 以及窃取资料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hacker呢 对两台电脑都发送了错误的ARP风包 使其风包呢都被导到hacker这台电脑中 而使用者误认为的连线呢则是使用者和web server 这种攻击方式呢最常在网卡发生 hacker呢利用这种方式同时欺骗了gave以及使用者电脑 并且用这些方式呢将电脑的风包都记录起来 以窃取风包的资讯 最后一种常见的攻击手法为连线解脱 这种攻击手法将流量导入自己的电脑以后 将风包进行串感 最后再将风包送回原本正常的连线 骇客可能将恶意的风包迁入了原本正常的风包中进行攻击 我们有图片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原本正常电脑的风包被导入了hostv这台hacker电脑中 再经由这台电脑发送出去 借此达到hacker攻击的目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生活上所发生的实际案例 某公司呢连到了公司内部的IIS预设网站 发现呢 该网站的原始码被内清了一段网址 而且该网址是一个恶意的连结 一开始呢 我们检查该公司的web server中呢 我们并没有发现被入侵的迹象 而且在web server中 也没有看到IIS的预设网站中呢 有被迁有这一段恶意的连结 于是呢我们重新的调查 我们发现呢 该问题只出现在某些区域的用户端 那我们透过查询用户端电脑的ARP cache呢 我们发现它ARP table中含有以下资讯 IP为10.140.255.254 而Mac位置为以下所述 但是我们透过工具呢 发现该IP10.140.205.254 实际的Mac位置为以下所述 而且呢我们同时也发现呢 该Mac位置呢 持续的发送一段ARP的封包 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此Mac位置呢 分享器之下的电脑 我们将此电脑拔除 随即呢在原本正常电脑连线中呢 我们就不会看见有被挂码的状况了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ARP撥屏的案例 最后呢我们会让大家介绍 要如何防范ARP欺骗技术 第一种方式呢 我是使用静态的ARP Table 使用的这种方式呢 能够有效地解决ARP catch被更改的情形 能够详实地记录IP跟Mac位置 但是这种方式在大型的网络中很难以执行 原因是每一次重盖器 就必须重新登录一次ARP Table表的资讯 而当有新电脑加入该网络环境时 也必须要重新再加入 这在大型的网络中非常难以实现 第二种方式呢 则是使用DHCP的Snoofing 这种方式呢 是利用电脑和DH Server取得IP时 顺便记录该台电脑的Mac位置 只要有不是该Mac位置的IP 发送错误的ARP封包资讯 便能够很快地察觉问题的处在 第三种方式呢 是使用ARP的Server 让环境内呢 所有的电脑呢 都向该台ARP伺服器呢 进行查询ARP Table的记录 而我们呢 则是确保该台ARP Server的健康状态 如此呢 便可以避免遭到攻击而不自知 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监控环境内的网路封包 可以借留例如NVW的设备呢 来去监控环境内网路的封包 借以侦测是否有电脑在持续不断地发送ARP封包 让管理者可以提高警觉 而且很快地找到问题点的所在 确保环境内的网路环境安全 最后呢 我们则是要确保环境内主机的电脑健康状态 在电脑上呢 必须要安装防毒软体 而且要定时更新病毒码 HIC呢 常常利用这些攻击手法来窃取封包资料 因此呢 在主机上维持电脑的健康状态 也是很重要的 以上为本次的线上小学堂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